德云社大师兄的位置就像是被诅咒了一样,纷纷离开德云社,第一任大师兄是何伟,第二任是严云达,而如今顺位的是张云雷,但是张云雷不喜欢别人叫他大师兄,因为他觉得德云社内有比他才能更好的人,这也是谦虚的一种表现。 其实在德云社内,张云雷的基本功都是由郭德纲手把手交出来的,让他做大师兄所有人都不会有意见,大师兄这个称呼在德云社可以说是有很大的压力,严云达的退出也算是一种解脱。 2018年4月,德云社前任大师兄严云达宣布退出,并将一鸣、醒目、扇子和手券等一套东西全部还给师父郭德纲,退的是一干二净。 迄今三年有余,严云达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提起过郭德纲及德云社半个字。 与严云达一场默契的是,郭德纲及众弟子对严云达也讳莫如生,也没有在公开场合作出回应,是什么让郭德纲及严云达如此决绝? 一个将11年的大徒弟彻底抹去,一个将人生中最好的11年彻底剥离。 房间传言,严云达与师弟媳妇有染,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最多是一些时间线上的巧合,可信度并不高。 可能有人觉得,以严云达在台上脏话连篇口无遮拦的猥琐风格,在台下做出点龌龊事正符合其人设,毫无违和感。 所以,严云达睡了兄弟媳妇这种传言颇有市场,信者最多,即便严云达亲自辟谣也无济于事。 可是,严云达在生活中真的和舞台上一样猥琐吗? 恰恰相反,他在德云社的前五年,展现给观众的形象是眉清目秀,斯文腼腆的白面书声,相声表演中规中矩,如温吞水一般,没有特色。 我个人宁愿相信那时的严云达才最真实。 看看严云达的微博,无论是退出前还是退出后,其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 喝茶,玩虫子,赏花,美食等都展现出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不是一个俗人。 可是,在相声行业,哪有白面书声的市场? 担着大师兄的虚名,却没有大师兄的贡献,更没有大师兄的名望。 这对于一个心胸不够宽广的人来说,必然是一种煎熬。 所以,德云社的大师兄不好当。 正是这样的心态支配下,严云达急了眼,剑走天锋,直至走火入魔。 他留起了小辫,揭开了大褂的扣子,在舞台上搔搓弄姿,出口成脏。 撒婆马街,满嘴芦荟渣子,其骚浪渐于一生,堪称德云为索,一枝花。 严云达与史爱东搭档期间,也逐渐形成了自称一派的猥琐型表演方式。 自曹金云,但比曹金云更贱,是月云鹏,但比月云鹏更疲。 史爱东让严云达开了窍,二人在台上争锋相对,互不相让, 有点像当年的郭德纲与张文顺的感觉。 但是,严云达在骚浪剑的路上越走越远,找不到回头的路。 郭德纲一向的观点是,你只有先让观众认识你了,再慢慢往回收。 当年,岳云鹏卖蒙耍剑的风格饱受质疑时, 郭德纲就是这样安慰他的,先吃饭吧。 岳云鹏对郭德纲的话深信不疑,将耍剑卖蒙的风格进行到底,收获粉刺无数。 并在欢乐喜剧人一举称王,成为相声界数一数二的角。 此后,岳云鹏开始往回收, 将滥意成名的耍剑表情和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等经典包袱彻底舍弃,走上了沉闻大气的大师之路。 与岳云鹏类似,烧饼自从有了点名气以后,也往回收。 特别是在结婚成家以后,舞台上乍乍乎乎的风格不见了, 也开始沉闻起来。 张云蕾也是如此, 他在受伤前是非主流风格,受伤后是洒脱灵动的风格, 被劈以后,也逐渐沉闻大气起来。 德云社的骚浪剑们,只有张赫伦依然坚持做自己, 因为他还浪得动,往回收是迟早的事。 严云达与他们都不同, 他在骚浪剑的路上走得太远了, 走进了一个极端,将自己限制在了小剧场, 很难出圈。 即便他如此努力, 奋斗多年也没有建立起足以养活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往回收, 好不容易积累的人气可能离他远去, 再次回到以前无人问津的日子, 吃惯了婚的人, 哪里有那么容易就爱上吃素呢? 严云达生于1981年, 退出时37岁, 快到了浪不起来的年纪, 继续浪下去也看不到希望, 慢慢收回来同样看不到出路, 严云达实际上站在了事业发展的十字路口。 看看郭德纲对于他的评价就知道严云达的做派了。 我们这个徒弟啊, 反正每个人找自己的风格, 我们这儿有一个月云童, 有一个张鹤伦, 有一个严云达, 这仨人风格大概差不多, 但是又有略微的小区别, 严云达的表演特点是以猥琐渐场, 所以一般超过50以上的演出, 不让他参加, 但今天那二年大兴又是大徒弟, 你要不让出来不合适, 看两句吧, 找那个几两层播出的。 其实刚开始的几年, 严云达也还是不错的, 但是无奈天分不高, 功力又不足, 只能靠此来打开市场, 他留起了小片, 出口成脏, 虽然建立了个人风格, 但是始终难登大雅之堂, 眼看着师兄弟们都一个个飞黄腾达, 心里自然是委屈的。 赌上自己的人生, 博一个事业的转机, 可惜严云达赌输了, 在尚有机会回头时, 及时止损, 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放弃一个虚无的自己, 做最真实的自己, 接受平凡的自己, 这也是一种生活的知会。